主料,大米200克,鲍鱼50克,主料,粘5克,生姜5克,葱花5克,黑胡椒5克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 1.把鲍鱼后面的黑色的一块拔除,2.把小鲍鱼切成小颗 3.把大米洗干净,放进电饭包里,并加入适量的水 4.按启动,等到自动跳掉后,粥已经很浓了,倒入一些好的小鲍鱼和生姜,并加入适量的盐和黑胡椒 5.再按启动,等再次跳掉后,加入葱花即可起锅了,烹饪技巧 小鲍鱼可以在粥完全烧好后 大家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